傳聞多多的iPhone 5沒有現身 隨而代之的是跟iPhone 4外表一模一樣的iPhone 4S 屏幕沒有像傳聞所說加大了 也只有黑白兩款 內涵換上新的A5處理器 以及預載iOS 5 除了打機的畫面和速度有進一步提升 上網和下載速度都比上一代快一倍 鏡頭就由500萬像素提升到800萬像 還新增人面偵測功能和數碼相機提齊 另外拍片功能也提升到全高清1080p 不過講到新機的最大賣點 肯定是它的內置智能助理 只要記錄用戶的聲音 就懂得回答各類問題 包括天氣、世界時間 還可以幫你安排每天的行程、備忘錄 連親手打電郵都節省 iPhone 4S除了有16GB和32GB兩個版本之外 也都新增64GB版本 新機14號開始 才會在美國、英國、澳洲和日本等7個國家開售 28號再多22個地區 但並不包括香港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譚宇重報道